Hello 大家好 今次我想講講兩個新的OSVO Action 配件 第一件是一個插座 讓你安裝在原裝殼上高 你就可以插咪或燈之類的配件 第二件是一個相機套和鏡頭套 讓你防止刮花部機和鏡頭 我一會插給大家看和說一下怎樣使用 接著我會講講經過一個星期的測試後 外置咪的插頭配搭哪個保護殼是最好的 現在就拆兩件配件給大家看看 這個Ulens 的插座 可以讓你在原裝殼上高 安裝咪或燈之類的配件 安裝也很簡單 只要把插座放在原裝殼的扣上 然後向右一按按鈕就會安裝 另外跟進來有一個USB-C插座 可能Ulens以為DJI會出一個 類似OSMO Pocket 一樣的MID Adapter 所以現在就用不著了 好 現在不如先安裝一次給大家看 首先把插頭放在原裝殼的扣上 然後向著這個方向推到最盡 聽到啪一聲就可以了 嘩 有沒有那麼固執呀 說笑而已 不過你裝的時候要用一點力才可以放進去 而你裝了插座之後 你亦都可以很方便的插個OSMO Action出來 不用特意插個插座出來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蠻好的 現在我們就可以安裝咪的外置插頭 和Rode Wireless Go的咪 最後就把線弄整齊齊 最後就把線弄整齊齊 其實插座墊高了咪也有好處 現在就不會妨礙你按錄影按鈕 和開關仔 如果你在用Rode VideoMicro 很多網友都說有機會拍到防風罩 而現在插座因為墊高了咪 就可以有機會避免到這個問題 然後就插上相機套和鏡頭套 包裝裡面還有一個相機套 一個鏡頭套 還有一條繩子被你掛在鏡頭上 我主要都會只用鏡頭套 就試裝上相機套給大家看看 最後一條繩子 这个星期的测试,究竟哪个保护壳配外置麦和插头是最好的呢? 我个人觉得原装保护壳是最好的 其实它的位置各方面都很合适 而外置麦插头也很实际很稳 相比起我另一个盒金壳或者PGYTECH的壳 在USB-C插口那边,会有一个很大的开口 当你插了外置麦插头之外,如果你上下摇它会有点松动 我不想它脱出,或者拍拍片接触得不好錄不到音就糟糕了 好了,今次讲到这里 下一条影片我会讲一下最新的Firmware 加入了Hyperlapse 以及解决了画面研误的问题 最后就好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想看更多的更新,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下一条影片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